现在政府都在宣导 健康的人其实是不用戴口罩 不过如果参加人多的活动 难免还是会觉得怕怕的 三重驱城的李他们就自制了 检疫口罩 提供李民参加活动的时候 可以使用 将一般厨房用的纸巾重复对折 然后两边在钉上橡皮筋 就成了检疫型的口罩 虽然不像医疗用口罩有防护的效果 但还是能提供给健康的民众使用 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有据点 还是有人群在一起的活动的话 我们比较健康的是 要进来之前我们都有量体温 然后就是发一个我们自制的口罩 事实上是这是非墨型的 用餐巾纸做的 用餐巾纸做的 然后很简易 可是非常好用 因为民众希望把实名制口罩 优先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因此自己采买布知布做成布口罩 再把医疗用的口罩放进中间 就能重复使用 也是一种因应非常时期的做法 所以我就把这个 跟加上我的这种东西 然后给它放着 你用四个小时 然后再喷那个喷液 然后再四个小时再喷 的话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 不会感染到 如果我们用完一天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洗 洗一洗晾干 那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就是用熨斗熨一下 让它那个杀菌把它杀掉 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可以重复使用 无论是一只基因自制的 简易型口罩 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加工过步口罩 都是民众提需口罩 缺乏时期 可以不浪费资源的贴心做法 C9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